另外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笔电大厂华硕了 在昨天传出说会有800名的员工可能遭到裁员 好 业者是立刻发出声明来否证了 那么另外台北市劳动局也表示说 目前是没有收到大量的检雇通报 但是有所谓的整并计划 但是不是外传的裁员 好 那么公司也表示了 说现在的确会来进行大调整 对于这样的变动 华硕紧急的发出了公告 就是希望可以来稳定军心 而代工大厂合硕董续长佟子贤 他就表示说了裁员很像外科手术 除非企业伤筋错骨 不然这个景气循环应该一两年 就会回来也会改变了 所以他不会轻易的来思考裁员 周四早上上班时间 华硕台湾总部员工陆续进入上班 虽然看起来一切如常 但事实上公司内部却不平静 十四号校午华硕传出 可能裁员八百人 华硕紧急发出公告 给全体员工稳定军心 因为经理级以上的高层 五十岁以上员工 可能被优退或是清退的传言 甚嚣成上 不过尽管否认裁员传闻 但外流内部邮件中 还是可以看到组织确定改组 手机事业部整并到商用电脑 电竞电脑并到电脑事业部 四大事业群压缩到三个 专家分析可能原因就是 笔电市场终端需求 实在太过疲弱 观察近期通路端库存计划的表现 其实已经有逐渐走法的形式 那有计划水准可能就是 会逐渐的回到正常顺位 那当校人上班人确实是会比较好 就整体的国际经济形式来看 其实就年对年的角度 其实它是拽退的 只是拽退幅度减法 那对于PC的库存来看 其实大部分的公司都清得差不多了 只是需求面其实没有那么 承认 Q3是看得到的 Q4还有一些懵懵懂懂的 下半年一定比上半年好 这是确定的 代工大厂核硕预估下半年 会比上半年好 不过PC需求反转 再加上高库存压力 华硕又是进行业务整并 又是全出裁员 核硕董事长佟子贤这样看 除非伤筋错骨 有这个姓名的安慰的考量 否则的话 其实不要轻易动用裁员 那话说回来 景气的循环是 有些时候一两年就会转变 裁员比喻手术 毕竟本土科技大厂 任何风吹炒动都会引起话题 华视新闻逢庄华台报道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